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居然在中华民国的台北市这一位的首都市长柯文哲 明天要跟上海市进行视讯的双城论坛 换句话讲柯文哲大概是现在全球当中唯一的一个所谓 羡慕中国的政治人物 他到底是打的什么算盘呢 他想成为国共论坛之外的另外一个台湾的第一买办政治家族的取代者吗 现在有必要跟上海进行视讯的论坛吗 目前这个视讯论坛的名单还没有公布 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黑箱作业呢 柯文哲的徒弟蔡碧如更奇怪 他所带领的民众党目前有灭党危机 结果蔡碧如昨天捏造了一个所谓的七三阿贝 说呢上个礼拜五在立法院里面投票选出 陈菊担任监察院院长 以及通过27位监察委员名单的委员们 民进党籍不到40个人 他是眼睛看花了 还是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呢 蔡碧如只看到40个人 结果今天呢 只是赌兰的粉丝团的小编帮他拿一张照片 随便一数就数出了60个人 为什么要用这种捏造的方法 为柯文哲他的政治前途跟他的政党 来打一场奇怪的政治战争呢 我们今天还要谈的是 当柯文哲去跟中国来相好舔中的同时呢 其实习近平面临极大的政权危机 据新闻报道说 可能北戴河会议都要取消 因为习近平担心他会被政变 而他被政变的前提 搞不好是会有被暗杀的疑虑耶 在这个情况之下 柯文哲的算盘跟台湾的利益 以及我们台湾在中国 可能会进犯台湾的前提之下 美国国会还要立法案来保护我们的 各种比较情形之下 台湾人要怎么看待这些政治人物呢 节目在最后我们要为各位讨论一个 蛮令人惊奇的话题 那就是昨天晚上谈出的 传出的一个可能性的就是 如果李梅珍的选情继续闹笑话的话 有人呢劝说国民党的这位高雄市的市场 补选的参选人要他退出选举耶 可能吗 来我们呢跟各位一起进行讨论 同时也要点破的是台南市的国民党的 这个党团的市议会里面 他们昨天捏造了一个三倍券的伪造券的一个新闻 而事实上呢三倍券到现在还没有到银行里兑现 要假造假新闻 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脉络吧 为各位介绍来宾狼 财经专家 也是资深媒体人徐青皇 客家好 大家好 好欢迎你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刘兆豪 客家好大家好 好嘿 他已经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 非常优秀的富展科医师 也是前任的民进党的不分居立委 林静怡 客家好大家好 好欢迎你 资深媒体人玉妹妹 客家好大家好 好顾米老师黄一忠 客家好大家好 谢谢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李明显 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在全世界的 这个针对中国最新发展的观察生当中 我们看到水患以及疫情 加上这个习近平跟李克强的内斗 以及习近平消失无踪的各种考验的情况之下 柯文哲居然要办双城日谈 他到底怎么看中国的 我们把最新的影片提供给大家 让大家注意到中国目前内外交迫的状况之下 是什么样的实际的情形 暴雨沉灾长江中下游滋留青江河上游屯宝箱马者村 21号也出现了大规模土石流 经济通知 经济通知 各位级别 目前 八点滑坡地 出现大面积华语 以独裁青江湖 新年了原色湖 位于500米下的级别 迅速专业到500米下的安全维持 土石冲进河道形成了艳色湖 溃堤危机不仅就在眼前 当地的公路房屋也出现大量裂痕 当地居民只能立即撤离 全部转移完了 该管理都是转移完了 我现在给你希望不好 因为人太多了 我停不接 六月迄今 长江水患持续肆虐 各地情势也一发危机 19号三峡大坝就打开六孔泄洪 但疏解大坝压力的同时 也让下游水灾恶化 湖南多地至少就有60亿万人受灾 而洞庭湖23个水文站 水位也全面超警戒 当地的野生迷路 更是因为栖息地被淹没 只好跳上岸躲洪水 现时水往低处沿 路往靠着走 根据我们连续三天的野外调查 目前半数以上的路 已经进入了院子里面 会到居民区 这些专家地里面 20号安徽六安 故镇则是被淹成了孤岛 马路有如河流 受灾人数达上万 当局也只能不断动员抢救 然而21号三峡大坝上游 也可能形成新令龙洪水 当局就警告未来三天 余待也在四川盆地 黄淮与江淮西部游走 水混不会停 民众只能严正以待 我请教妹妹 现在中国人大部分的人 都在水深火热当中 一方面是洪水的侵袭 另外一方面 其实疫情还在 持续地在扩散当中 然后人民还不知道 自己的未来如何 那更严重的就是 习近平跟李克强 可能两个在内斗 内斗的结果是 这个国家政情不稳定 那就在一片的不确定性当中 结果最确定的就是这个对中国充满信心的克文哲 他居然在这个时候宣布明天开始要做视讯论坛 这个跟上海要做双层论坛的讨论 而还有一些题目 这个题目不是假兮兮的吗 什么叫做统筹锤定疫情与经济发展 这个是上海市副市长 然后王珊珊说改变成真 抗挑战疫情 创建台北的新价值 疫灾 疫灾这个在台湾做最好的 是我们的指挥中心陈时中 然后台北的新价值 是台北现在饭店都没人住 全台湾的饭店都各满 只有台北的饭店是现在叫苦连天 克文哲到底在想什么 这个唯一的一个 我实在不太愿意用舔中这个字眼 可是他现在是全世界的舔中专家 唯一的一个宝 连英国人也终止了这个 跟香港的这个引渡条约 他到底什么意思 我先讲 全世界其实现在对中国是非常的 见证恐惧 甚至于是整个敌对的状况 刚刚扣扣讲英国都要终止引渡条约 五眼联盟里头 大概四个国家都确定了 纽西兰也在考虑当中 那这个对中国的扩大的这种敌对 甚至包围的态势是越来越明显 因为大家看到中国自己已经内忧外患 可是到处生事 还在扩张他的帝国梦 甚至把他的内部危机外部化 要来巩固政权 那当然全世界人权自由民主价值之敌 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逆潮流而行 逆全世界而行 那个人就叫柯文哲 那坦白说 而且他居然是台北市长 台湾的首都市长 我真的觉得这是台湾的大不幸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台北 我们刚讲 我们台湾像活在平行时空 我们疫情控制的很好 可双北台北其实事况是萧条的 你刚刚讲到我们很多饭店 其实是受灾惨重的 对我们很多的新经济也没有看到柯文哲 有学们的有心 甚至于他的主业可能叫做民众党党主席 而不是台北市市长 你看到一个不分区市长到处爬爬灶 你看到这个不分区市长 逆世界潮流在田中 中国已经内幽外患了 上海自己都可能快保不住了 烟安徽来保上海江苏浙江 这些长三角 结果这个时候还在开这个会 那是什么意图呢 我告诉各位 水照烟 会照开 统战继续干 然后有人献媚田中一刻都不停 柯文哲在想什么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们认为说他想要当第一买伴吗 恐怕还小看他了 他想干嘛 他看好中国的未来 他在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中国那么大 有一天 如果中国真的对台湾怎么样了 他还可以当特首 天哪 那其实是买办而已 你只要当特首他愿不愿意 我相信他会是愿意的 所以对中国这条线 这条的关系 他怎么可以断掉呢 所以千万人无网以 全世界抵制中国无网以 然后中国水生火热 台北市其实事况也不是怎么好 我继续干 这个就是柯文哲 他的本质 那他认为呢 反正他维持好关系 包括跟上海台办的关系 包括上海台研所 林永洁是一个蛮具有重要性的学者 他其实也是常常反映官方的心态 他之前还记得一篇文章吗 他说要联合岛内的赞成支持统一的力量 这里面不就点名了柯文哲吗 所以他一定要维持这个关系 因为对他来讲 他看到了嘛 国民党未来几年看起来是不可行了 江启臣不要九二共识 得罪了共产党 大家看好的 也许朱立伦要回来选党主席 朱立伦倡议里头说要亲美反共 所以共产党也不会洗翻啊 那国民党失去年轻人 他还有一些年轻人的票 所以如果柯文哲可以养大一点 寄希望于未来 大家互相需要啊 因此他维持着这一条线 只要习近平不倒 只要上海台办还在 这边我就要讲的 那习近平呢 习近平会不会倒 习近平可以 据说他现在连北戴河会议都要取消了 担心政变 如果北戴河会议都取消的话 那他真的是内部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北戴河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年度会议 高层的一些权斗 乃至于人事安排 重要事情的定拍板 都是在北戴河会议里头 大家沟通大家强好 洪水到今天为止 很多中国人民都在问 我们的领导到哪里去了 以前温家宝会出来吧 江泽民会出来吧 胡锦他会出来吧 怎么习近平都不出来 好 那在这里面是第一 他怕担责任吗 他出来解决不了问题 然后呢 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结果 一事无成 他不是脸上无光吗 所以他做了几件事情 他在里面他先推卸责任 他说了什么呢 不是他有超前部署吗 五月份他去下指示 他叫做嘴巴抗洪 不是吗 他甚至继续搞他的大内宣 他告诉大家说 有那种不知耻的学者说 三峡大坝越炮越坚固 然后还说淹水呢 有风景如画 好像有仙境一般的感觉 在告诉大家岁月静好 其实各位 你知道已经严重到什么地步 我可以告诉大家 到七月十二号为止 直接受灾人口 三千八百七十九万人 再来倒掉的房子 两万八千多栋 再下来 毁损的粮田 三百五十三万公顷 然后直接受灾的经济 已经到八百二十二亿人民币 那这只是长江 到七月中旬 可是各位 不得了了 现在洪水北移了 黄河 淮河 海河 好 在中国历史上 黄河泛滥 比长江泛滥还恐怖 你看到有时候 江山改朝换代 就在黄河泛滥 为什么 因为第一 北方民风飘悍 第二经济重镇在那个地方 所以元朝最后一个皇帝 元顺帝 就是黄河根本治理没有办法 到时候他就被推翻了 有白连教 最近他们拼命打压宗教自由 还拆寺庙 他要维稳 所以内在有多么的心虚 习近平更要命的 还有一些事情就是 他惹了中国红二代官二代 乃至于九千万共产党党员 你知道惹了什么 好 因为他对乌尔人的那种残暴 尤其香港自治法 他那样子香港国安法 他满汉的对待香港人 所以你看看 美国寄出来这几招 是非常有用的 美国首先说 我要列出一级制裁名单 对不对 你们这些对香港 施以暴虐行为的高官 或是对维吾尔族 施以暴虐行为的高官 放了这个制裁名单 我不准不给你美国的签证 我连你在美国的资产 我可能会跟你冻结 跟你有来往的金融机构 我也会来惩罚他 这已经第一批名单 才先公布 对付新疆维吾尔族人的 那下来呢 香港的高官会不会有呢 再下来呢 更厉害的这一招 九千万共产党员 Coco你知道吗 最近中国的热搜榜 最有名的两个字叫退档 好大家吓死了 各位共产党 虽然党员是全世界最多 可是遇到十四亿人口 在中国你想升官 你想发财 你必须要是共产党党员 如果要对九千万个共产党党员 施以禁令 不只是不给他签证 甚至于冻结他们在外国资产 你认为这些中国掌握中国政经 乃至于要位的这些光二代红二代 这些共产党员新贵们 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 贪了一辈子 要把儿子女儿往国外送 这下子签证出不去了 以前藏到海外的资产 可能随时被冻结 你认为这些人 不会心里头怨恨习近平 不会想造反吗 这就是习近平 他自己害怕 害怕到他不敢露脸 他不敢到军方去 他把防守经济重镇的这些人 通通换掉 甚至于北戴河会议 他可能都不出现 万一他被政变了怎么办 所以当他又要强调自己的位置 他又要更多的头衔的时候 是他内在越空虚的时候 那我就要跟柯文哲讲 你押保共产党 押保习近平 你押保了一大堆 到时候共产党垮了呢 你留下些什么呢 而你不知道吗 你的根基 本基地是在台湾 而在台湾 任何一个政党 政治人物 魅中 舔共 贵赢中国的 在台湾是没有前途的 而你不只是要失去台湾 你更是站在全世界自由民主联盟的对立面 全世界对抗中国的时候 你献媚中国 我相信不只是现在 选票乃至于历史 都会给你一个最不堪的裁判 好像媚媚讲得非常好的 是说现在即使是国民党 他们在长期的所谓的 这个正兰旗的旗帜之下 江启臣还有一些微弱的九二共识 要列入历史文件的 这种改革的呼声的情况之下 全世界对中国现在有几大问题 一个就是他的水患的问题 他有参加这个三峡大巴 到底会不会崩溃的问题 他还有如果长江三角洲水患不保 那可能上海啊 这些这个城市都会受到灾难的警告的问题 他还有政治不稳定的问题 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各种不同的这个不确定性的情形 在侵袭而来呢 我们的台北市长却要办一个 根本就是事情不太重要的 一个视讯这个双层论台 到底目的何在 他所要的又是什么 他有看清楚国际趋势吗 第一 他为什么在全世界的抗中的 反中的这个氛围之下 他要去透过所谓的视讯的双层论台 来拥抱中国共产党 他要营造的是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那更别讲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 连美国人都担心中国会进犯台湾 要那个在他们的这个国会里面 要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授权总统 来启动来这个帮助台湾 预防台湾被侵略的法案 结果这个时候对中国最友善的 最开展开大门的 居然是柯文哲 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情况 我们先讲一下 就目前的中国面对到的是标准的内忧外患的情况 而且这个内忧外患 套用中国人讲的话 叫做百年一遇 什么叫百年一遇呢 他的洪水状况 几乎是百年一遇 他的暴雨状况 极端气候 百年一遇 他遇到的疫情状况 也是百年一遇 他遇到的中美贸易战 中美科技战的状况 一样也是百年一遇 这么多的百年一遇 我们先看一下 光是在水患水灾这件事情 你知道他的状况有多险峻吗 本来我们听到的词叫做七下八上 就中国的雨 应该最严重的水患时间 应该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 现在看起来很显然不是 七月上旬应该就开始了 所以你看中国在讲说 他们严重的淹水跟暴雨区域改了几次 第一个讲法叫一江三湖 一江三湖叫做长江再加 太湖洞庭湖博洋湖 结果后来又变成什么呢 叫一江一河一湖 一江一河一湖的意思就是 长江加淮河再加上太湖在里面 结果现在不是 现在叫一江两河 什么叫一江两河 是长江加淮河加黄河 通通在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暴雨跟淹水 可能的范围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也象征告诉你一件事 他的波及伤害面积越来越广 然后他最大的问题在于说 他的这个时间正值 他政治敏感期间 北戴河会议 即将在八月份发生的时候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 上半年因为疫情经济表现不好 下半年又因为这个水灾的关系 经济表现看起来也不会太好 所以你看哦 今年很有趣的是 中国上半年第一季的经济 那个GDP的数字是六 负六点八趴 到第二季他写的是三趴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说你作假 你说谎 原因是因为大家都看到 他的疫情跟灾情状况太严重 接连而来嘛 但对于这个中国来讲 水灾本身就很难收拾了 因为你也看到什么呢 看到中国现在水已经难以救到 他必须要用自己爆破堤防 然后呢 把水引到那个所谓的蓄洪区 但各位等等 那个蓄洪区很多是原来 人民的房子在那边 人民的稻田也在那一边 他是没事的时候 没事一旦有事的时候 对不起你家的田跟你家的房子 缩烟就烟 而且你知道多夸张吗 我看他们通知的时间呢 是在七月十九号的时候 凌晨的一点多上网公告 结果隔天就直接炸掉了 你说有多少人半夜一点多还要上网去看到那份 被通知说即将要放水溃提的公告 没有啊 但说烟就烟啊 所以你去想想看 有没有可能有无辜的人命在里面受牵连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挑战跟民生上的问题 但是在于说中国遇到了这些问题之外 他现在对外的时候 他要遇到什么状况 习近平所面对的挑战很大 是因为同一时间 老美现在是对中国拉起了包围网 这个包围网比我们想象中更大 他遍及了科技 遍及了外交 遍及了军事三大包围网 科技的包围网 我们看到什么 5G的部分 他以华为当切入口 老美现在很简单 你要用华为的东西 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你不用华为的东西 你就是我的朋友 老美现在判断的标准 用华为当标准 而且他是逼你要做表态做选择 所以你看我们输给大家听 现在光是美国 巴西 印度 日本 意大利 英国 法国 澳洲 挪威 甚至连越南 澳洲都可能加在内 这些人口数加起来 已经超过这世界 二十亿的人口数 等于世界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国家人口数 是站在美国那一边 选择站在美国的华为包围网里面 这基本上就是对中国的科技包围网 可是对美国来讲 他要做的还不是只有这个 他还有个外交包围网 所以你看到那个英国 他不是签了一个引渡协议 我就不要了 因为我怕你之后会做出更极端的行为 其他的国家也有可能陆续在做加码 而美国的做法是一个一个寻找破口 所以你看之前在欧洲的破口 被美国找到谁 找到英国 找到意大利 你要知道意大利本来多寄予 多哈 一带一路带来的利益收入 结果意大利在这一次被美国说服 华为的5G他也不要用 然后你又看到接下去是什么 现在我们在看一个增值点在哪里 你知道吗 缅甸 缅甸是一个跟中国很好很好 轻重到爆炸的地方 也非常想要想要一带一路的收获 结果这两天呢 美国也开始以缅甸在打外交战 美国驻缅甸的大使怎么说 美国驻缅甸大使说 现在中国在用一种这个新殖民帝国主义 什么叫新殖民帝国主义 他举缅甸被中国这个这个开发的一个例子 他讲说你看 那个中国在你们缅甸这个省里面 他们做一大片的这个香蕉园 香蕉园就压榨你们的劳动力 压榨也就算了 压榨之外还卖给你们毒品 然后把你们的妇女呢 这个通通送到中国去假结婚 那这个指控你要想说 以外交关系来讲 他话讲得非常的重 但是这个话就告诉你说 美国现在也试图要在缅甸做拔砖 为什么呢 因为缅甸过去 我们看到这一年跟去年呢 也都有外交上面 你看到这个当地的缅甸排华 甚至杀了这个中国老板的事情 所以对美国来讲 他有很多见缝插针跟操作的空间 所以我们回过来看 今天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遇到状况是什么 外面美国拉的包围网越来越成型 甚至要封锁你中国红二代红三代的资产 对内部呢 你有这么多疫情灾情 你根本没有办法处理 然后时间急迫很赶 在八月有一个中国的元老会议 北戴俄会议 一群老人们可能要跟你在一起讨论 这未来政治前途 我们要怎么去做安排 这些人还有可能跟你去记账 去算计说 你之后要怎么去继续安排 要不然大家都没钱赚 不但没钱赚 这些中国的问题谁来做处理 所以这个才是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 而且这个帽子拉得很大 美国现在在打中国叫做 你就是一个新的 现在的帝国殖民主义 你的一带一路 就是让很多国家呢 跟你借了钱去建设之后 还不住钱最后把国家这个土地呢 直接用让的名义 九十九年 一百年 或港口就通通都让给你 你会发现这一场外交战 其实已经打到 让我们现在发现台海跟南海 都有可能变成是敏感的地方 因为你是习近平的话 再怎么样这个时间 你都可能要寻找一个出口 把国内这么一大堆阿里布达的矛盾 转嫁出去 最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各位可以看这手版上面写了四个字 叫做严正声明 这个严正声明呢 当然不是发给我们台湾的政府 他写简体字 这是发给中国的政府看的 发这个声明的呢 是中国的号称最大的民营金融集团 叫做什么呢 叫做明天系明天集团 他的背后是孝建华 那这个孝建华被视为是什么呢 被视为是跟中国的很多 这个红二代红三代非常好 后面还有江泽民势力的人 这个人也曾经来到台湾 曾经意图要染指 想要买台湾的南山人寿 结果这样的一个人 2017年的时候呢 他被中国给抓了起来 被拘留了起来 然后两三年过去了 今天这两天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的银监会 这个保监会呢 把他旗下19家的公司 通通都收归国有 那么收了之后的这个 我们看到 他们竟然发了一份声明 在中国很难看到 民间企业对政府呛响 呛响声明说 我什么事都没有做错 我还都配合你的调查 我也把钱都汇到国内来了 你为什么还要把我的企业 收归国有 所以这个动作在中国 算是罕见的 你很难看到 在中国你如果敢这么大方的 打着我是民间 我还敢对抗共产党 这很奇特吧 这只有一种状况下有可能 就是你后面本来就有很多 共产党里面的这些大人们 给你当靠山 你才敢去发动这样的挑战 那这个很显然是什么呢 共产党内部的人 对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发动了挑战 所以你才会发现说 这里面已经开始 亮起一个矛盾了 什么矛盾呢 共产党内部的矛盾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美国在后面加码第二个矛盾 第二个矛盾叫做什么呢 美国今天告诉你说 我们反共不反中 什么叫反共不反中 今天美国的外交政策 对中国政策定调 要把共产党跟中国切开来 那定调的是谁呢 就是我们看到图上的这一位 叫做余茂春 因为美国以前 对共产党跟中国之间 常常陷入什么呢 很之处嘛 不知道到底打到谁嘛 结果现在这一位 美国的被称作是 国保决策的人物呢 他现在定的策略说 我们美国应该要干嘛呢 应该要反共 而不是反中 这样子中国人民 才会跟美国的外交政策 站在一起 然后呢 对共产党做不好的地方 去检讨 然后呢 甚至去反共产党 那么在这里面呢 你会发现 美国的外交政策 开始变得比较灵活 跟这一位人物都有关系 然后所以外界这两天呢 是美国跟中国的环球时报 大家在加码 在介绍这一位余茂春 后来才发现 原来他是经过文革时期的人 他是在文 他经过文革时期 也经过呢 这个学运时期 然后所以他的思想 站在支持民主自由那一边 他认为用他的方式 来希望帮助中国达到民主化 好这个有一个道理的就是 为什么川普政府会说 要对共产党员 这个停止发签证 而且呢 对他们的家属啊 这个财产啊 什么的 要做一些这个 非常重要的追踪 因为他要打的就是 共产党嘛 而不是中国人嘛 在这个前提之下 拥抱共产党的 确实就只有柯文哲啊 因为上海这个 请教这个静怡 上海的这个 所谓的双城论坛 无关紧要 现在有必要吗 有必要进行吗 那这个柯文哲 他的团队 这个的成员当中 现在网路上面有人说 这个民众党啊 他所批判的对象 民进党啊 他的用词 知这个尖锐 跟他的这个仇恨度之深 比对共产党 还要这个严格 现在的柯文哲 跟他的民众党 恐怕最友好的对象 是共产党 透过这个城市论坛 他会取代国民党的 国共论坛 两岸交流的 这个平台的位置吗 那更别讲说 等一下我们要请教 这个刘兆豪委员 那一天到底在立法院 里面有多少人啊 这一个 这个国际的情势的 这个抗中反中 厌中 就是厌恶中国的 这个氛围里面 现在进行所谓的 双城论坛 视讯会议 为什么我们要强烈的指摘 跟强烈的抨击的是 这个是全球羞辱 全球之辱 因为港版国安法 人家全世界各国都在 针对香港这个进行制裁 引渡条约取消 然后这个种种的这个行动 之后 只有你台北市 还这样子拥抱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在这一次武汉肺炎疫情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一直在关注说 日本 你们为什么对于中国观光客 一直不敢禁止 日本为什么你们到现在 对于中国的政策 还那么宽松 大家发现一个事情 是因为本来今年习近平要访日 对 所以日本政府当时根本不太敢 对中国有什么动作 因为他要维持 他跟习近平的友好 可是在港版国安法 公布了之后 日本的执政党 他们就邀他们的所有的 这个党团就要求政府说 你要开始考虑取消 习近平访日这个行程 两个礼拜前就提出这个事情 也就是即使是因为习近平而甚至延误了他们疫情处理的日本 在香港国安法公布了之后 都因为这个原因 觉得说不行 你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要展现出态度 要停止习近平的访日 那台湾呢 台湾在香港国安法之后 其实像柯市长他对于这个案子 他不要忘记他虽然是民众党的党主席 可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他是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台北市市长 而台北市是中华民国的首都 也就是今天他的所谓双城论坛 对于台湾国内跟国外 有几个很重要的立场是说 国外在看的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市长 在全球都开始对中国 因为港版国安法而提出制裁的时候 他坚持要办所谓的双城论坛 这是第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好 假设你的双城论坛有助于让中国民主化 有助于中国人民或台湾人民的这个自由民主 或者是健康 那我没有话讲 有吗 那你看他的论坛他们要谈什么 他们要谈城市防疫交流 那所以柯市长要跟这个上海市谈城市防疫交流 是要告诉他说 他如何在违反法令的情况之下 公开了我们原先要这个隔离的政策 雅明山的那个 他要跟他说你如何让这个上海市 你要想办法 你要怎么样这个习大大要做的政策 你偷偷给他讲出来 对啊 你是要交流他们这个事情 还是说你要听上海告诉你说 他们如何封锁消息 让全世界在未来的好几年 都还要被武汉肺炎这个疫情所折磨 你要交流什么嘛 因为其实我们讲这个所谓论坛 你有两个东西 一个你敢不敢谈政治嘛 你敢不敢谈说 你们香港国安法对于台湾的人去 你们那边上去你们那边投资 去你们那边做生意 台湾人到上海做生意 会不会被香港国安法所前置 会不会被香港国安法所影响 会不会我搭个飞机去香港要做生意 结果被你们抓来上海抓来北京 你敢不敢谈这件事 对 你双城论坛你敢不敢谈 你不敢嘛 对 因为你不敢得罪中共嘛 你不敢得罪习近平嘛 好 那你不说我们都不要谈政治 我们来谈防疫 好啊 那谈防疫 你要你要不要跟这个上海市市长说 这样啦 既然我们都全世界就我们两个城市 这么要好 我们来开双城论坛 那这样子好不好 上海市 你们有任何疫情 不要隐匿 让我台北市知道 台北市市长是个医师出身嘛 对不对那台北市敢不敢在双城论坛里面要求说 未来我们在这个双城论坛结论说 上海市有任何最新的武汉肺炎资讯 上海市真正的诊断资讯 上海市这边他们在中国所有的武汉肺炎 或未来相关重大传染病的资讯 一字不漏 给台北市知道 不可能啊 是啊 那你开这个双城论坛在干什么 就是骗局一场虚幻一招 而且是大外宣 中国的大外宣 这个还一本正经 上海市副市长主题坚持人民治上统筹 推进疫情跟经济发展 人民治上 然后挑战疫灾 创建台北新架石 好像这个多么的这个上海 这个现在是多么的成平 多么的这个安乐 然后台北有多大贡献一样 你的所谓双城论坛 这么你要你愿意在违反全世界 对于中国的警觉跟中国的这个所谓排斥的情况之下 你要去办这个论坛 你势必要有所决议 这个决议是对于两边 你要说你如果对外论述说 我们最后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这个结果对台北市市民 对上海市市民是正面的是好的 那你可以说服给大家 那可能吗 问题是你根本得不到这个结论 因为这两个国家有非常严重的政体的差别 我们是公开透明的民主国家 而那边是极权 而且甚至连敏感词六四八九都不能讲的国家 你这种上海 你这个双城论坛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非在这个时候非半不可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 就是他必须要不断地去争取一个 他在中国的代表权 或臺湾跟中国之间 其实真的柯市长 你搞错状况了 现在全世界都已经发现 站在臺湾跟中国之间 这个模糊地带 去争取所谓的代理人 或者是在那边去用中国来站在你背后讲话说 我跟他比较好 听我的会比较好 这个这一招在全球 在这一次武汉肺炎 还有香港国安法疫情之后 已经没有人接受了 其实我真的要说 这个刚刚讲了 他的这个双城论坛 不会有有效的结论 对于人民没有好处 但是你是一个人民选出来的市长 你与其要办双城论坛 柯市长我比较建议你办空城论坛 什么叫空城论坛 因为台北市的饭店 好像现在是全台湾最凄惨的这个饭店 周末的时候 周末的时候是全各个县市 中南部花东甚至澎湖 甚至我看到小琉球 都大爆满 大爆满 那个摩托车租不够 然后整个街上都是人 你的台北现在是空城论 因为这个市长 这个假日的时候也都不在台北 你自己在假日 你也放空城 你也放空城 你人的房子混淆去 那你台北市的空城论坛 你好好办的话 搞不好对于台北市市民会有帮助 甚至这样讲 这两天 这个蔡碧如委员 对于民进党党团 或者是说在前一段时间 監察院这个人士权 他有一些 我实在不想用造假 两个字 可是他是造假 他就说我目测大概四十个人 结果网友很认真 就去点一点 那个蔡碧如因为穿蓝色还被点成国民党 所以刚才你点了五十九个 后来蔡碧如委员出来说我是第六十个 这是小编 只是我议导编 小编 露出来的至少有五十九个是民进党的委员 六十个 还有这个蔡碧如没在里面 刚好六十个穿蓝色被点错 下的是六十五个人 投赞票 而且他迪哥到蔡兜 前一天 他们前一天的插卡表决 是在表决是不是第二天要投票 对 然后呢 当到当天的投票 你有没有记得林长佐 委员被人家抢裤子 抢裤子里面的那个选票 他是在什么 他们当天是零选票 盖章不是按表决卡 那你把前一天的东西 讲到第二天来 这个说实在来 一个国会议员 当然我承认你有言论免责权 但是这个已经是完全 故意要抹黑 然后呢 他就说你看人那么少 不好意思 昨天选審这个国民法官法 民众党也很有意见 但是很多小编也去拍了 昨天民进党的委员 在整个议场是大概到十二点 才下课 今天继续审 昨天蔡碧如委员之前批评说 我们在审这一个监委的时候 民进党人不够 昨天一整天 大家看没有看到蔡碧如委员的出息 也就是说你也放空 所以其实与其要讲说现在去做双城论坛 真的 他明天要办的 我相信他也是不办不行 至于这个不办不行 是不是跟中国那边有什么 就是大家已经都谈好了 不办你会很痛苦 你不办你会觉得你损失了 在中国的地位 这个我们不去猜测了 可是对于台北市好 或者是对于你的立月的意识状况好 真的我觉得柯市长 比较需要处理的叫做空城论坛 好 这个明显要请教你 这个柯文哲是不是要他用双城论坛取代国共论坛 而且他要这个在台湾成为唯一的一个跟中国可能有这个沟通的一个角色呢 那而且呢明天的这个所谓的双城论坛的参与的来宾事先不公布 然后这个论坛请问你对我们台北市会有什么帮助 卫生医疗分那个论坛 产业经济交流论坛 智慧交流论坛 区域治理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 目的何在 第一个其实到底双城论坛 因为今年防疫嘛 所以对这次是台北市主办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方人不能来嘛 那所以柯文哲在六月的时候 刚好六月四号 在议会我们议会总咨询的时候 很多议员就问他说 不然就出销好了 不要办了 对啊 为什么他不取消 他就都建议他取消 结果他讲了一句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他说如果不办双城论坛 两岸关系就会倒退 好 所以要靠他 两岸关系要靠柯文哲 其实大概你都在讲了 就是已经很精准了嘛 他认为说他现在扮演两岸关系的一个起程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全世界独树一帜的去献媚中国人 这个我猜一下嘴就好了 为什么 这个就是风雨雇人来啊 在这个时候 在写着他真情可贵啊 我觉得他的政治判断已经不够精准了 他的在数据上的掌握 民情上的掌握已经不够精准了 我这么讲好了 两岸关系在反送中之后 对国民党过去的 包括选举上的伤害已经非常大 所以我们在党内在做思考 包括江启臣也特别提到 两岸关系 譬如说有人问他说 国共平台要不要办 国共论台要不要办 江启臣对我的讲法说 现在冷却一下嘛 国民党主张支持两岸要交流 可是在反送中之后 在大陆在北京对台湾没有善意的时候 你怎么突然有什么好处 所以你们被克文哲抢过去了 没关系送给他 所以当江启臣的讲法说 先冷却一下 没有关系的时候 那克文哲一头热要干嘛 对啊 他要干嘛 他到底目的何在 那些那些议题 我讲那个都没有急迫性 我举简单的例子 如果有急迫性的话 应该东京奥运最有急迫性 东京奥运都可以延到明年了 那你的双城论坛不能延吗 而且双城论坛 还是在港版国安法之后 是嘛 所以我觉得他一头热 我就说我第一个 我认为他政治判断不够精准 他认为好 他要吸纳蓝军 他要取代国民党 在两岸之间的交流的 一个枢纽的角色 甚至某种程度 也这时候举办 当然大概都是休位期 大概就是七八月 某种程度他坚持 因为我们北市是主办方 他坚持这时候主办 除了取代国民党的 两岸的角色之外 我认为他某种程度 也在思考说 藉由一个曝光度 在拉抬高雄市的一个选举 高雄市的选举 还要靠这样子的方式 是不是有这个选举 我不晓得我个人判断 只是我认为说 真的柯文哲真的判断 不够精准 因为你现在透过视讯 就是一个形式上的会议而已 你是为办而办 刚刚讲的那些 防疫这些交流的实质上 不可能谈出什么样真的 有利于双方程式人民的结论 这些透过视讯交流不能取到 换句话讲 他就是变成人家一个统战的对象 变成帮这个 这个中国洗白的一个工具而已 老讲现在 只是他先昧中共的工具 现在在反送中之后 包括香港国安法 但是明显认为 连国民党的议员都认为 这样的做法对在台湾的选票 对台湾的民意 其实是有伤害的 所以我认为他判断已经失准了 所以你觉得他是变笨了 还是他自以为聪明 我认为他会拿很多数据 在做判断 可是我觉得这次他判断 是很失准的 他这个其实如果 延后办停一年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他在这时候 就等于把头 往着刀子往前伸 那不是被人家剁了吗 令人很不可思议的 刚才明显是提到说 他想要透过这个热度 在高雄市的这个选举里面 让蓝英的选民认为 他可能是在这个两岸关系 这个紧绷当中的 唯一的一个出口 可能会对柯文哲 有一些指望 但是柯文哲的这个爱将 蔡毕如 他在高雄是用打这个 陈菊的方式 来为自己的这个选情升温 可是打这个东西太奇怪了 他说这个阿伯说 在上个礼拜五的立法院议场内 人数不足四十个人 民进党护航 硬是通过陈菊的这个人事案 那这个这个话讲出来之后 人家都说他是这个公然造谣 要推一千根针 然后他自己后来还在那里 这个写脸书说 确实是如此 他目测这个强行表决 立法院长没有清查人数 就开会表决 那到底怎么回事 赵豪 这个蔡毕如 片很大 扯很大 窑罩得很大 结果被大家这个批成这样 他们这个民众党的一事一图 现在的目的是如何 那就只是为了高雄市长的选举吗 我首先要说明一下 上个礼拜五是进行监察院院长 跟监察委员被提名人的投票 所以那个投票是一个时段 我记得是九点投到十一点 就是说这个时段里面 你只要去报到去领票 就是可以投票 所以第一个 姑且不论说 那个四十个人是真假 就是说其实那个投票 可能也有可能 大家陆陆续续进去 投票的人就可以走了 而且第二个 我觉得如果好安做事好安当 他他要说什么 不要假借一个 到底我们根本知不知道存不存在的 其三阿伯这件事情 何况他说的说在场 他目测不到四十个人 这件事情已经是被打脸 因为从照片来数 而且中间至少至少六十个人 因为他已经没有被数到 我们看到有被数到五十九个人 曾药棚好像因为在另外区块 所以所以这里面 其实被双重的打脸 那那我觉得其实你会发现 像民众党包括蔡壁如 或者是在包括柯市长 他们有个做法 就是说 其实他根本不管后续怎么样 现在他先抛出一个 会吸引大家的讨论的一个 一个话题 说你们都不到四十个人 接下来人家问你说你怎么 你有你怎么数的 怎么不到四十个人等等 他就说他又编 他又编可能编另外一套说说辞出来 我所以其实非常明正 就刚刚上一段 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国共论坛 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他是各取所需 对中国这方来讲 他是认为说 维持说柯温泽好歹 也是我们现在台北 就是选出来的市长 那他台湾国民党 看起来是比较受不受选民的欢迎 至少柯市长还可以跟他对话 所以他取得一个 他对中国来讲 他是派出一个上海的副市长 可以跟台北这一方来做交流 他对中国是有用的 至少是一个工具 就是说中国他认为是告诉全世界说 你们怎么样在台湾还是 你们怎么样的制裁 我台湾还是有人因为我们是有交流 而且这个交流的层级 看起来不算低 因为台北市长 那就柯温泽来讲 他当然知道这个绝对谈不出什么成果出来 不过他也 其实他的目标取向就是他设定 我认为他设定的其实就是在国民党 或比较偏国民党这一块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台湾 还是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说虽然全世界现在不喜欢中国 讨厌中国要制裁中国 这是一个主流 但是在台湾里面还是有一群人 他认为台湾的发展 跟中国是有密切关系的 甚至经济上是要依靠他的 要跟他保持密切关系的 那柯文哲 其实就是要塑造自己这样的地位 就是国民党不行了 那民进党 民进党 他看起来就是说 我们比较维护主权 所以跟中国这一方 目前比较没有这样交流的管道的状况之下 我柯文哲是这个 他做得到 我这个是政统 我可以跟他谈 当然谈 大家其实不要说 不要说 我们认为他谈不出这个 我是认为柯文哲 也知道这个谈不出成果 不過重点是他吸引目光的那个目的 已经达到了 大家还记得 其实有一件事 我说已经过很久了 三个月大家没有人在讨论了 大家还记得三个月前左右 柯文哲浩浩浩荡荡的大开记者会 说根据他这个受不了 人家不遵守SOP的人 他绝对受不了 所以他推出了口罩 自动贩卖机 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吧 一天两天的新闻 我还请记者去 后来是我请问一下口座 贩卖机现在跑去哪里 退场了 而且到底政府花 为了这件事情 台北市政府浪费了多少钱 花了多少钱 但客户者从来不提这件事 他也不会说这个决策有错 什么等等 因为那两那几天 他的新闻的目的达到了 他的骂骂中央 骂骂在中央这个卖口罩 卖得这么复杂等等 只有我最厉害 我可以推出口罩贩卖机 结果真的是功能不章 功能不章也没关系 反正那天那几天新闻有报道 现在跟国公论坛 我认为也是有这个道理 大家想看看这个制裁中国 或者是至少警戒中国 就是说对他有防备之心 这件事情是全世界的主流 美国今年年底要选总统 一般一开始以为大家认为说 拜登是比较亲中的 大家一开始会这么认为 但是现在拜登 他也是摆出说 全世界都在反对他也要比赛中国 他也抢对中国强硬 其实在对中国的态度 这件事情川普跟拜登 其实他们不是在创造一个潮流 他们是顺应这个潮流 顺应什么潮流 是因为在美国 包括这次疫情的关系 包括中国长期的不公平的贸易 造成的美国可能或全世界的失业 对立的问题等等 所以他们认为要戒备中国 甚至制裁中国这件事情 是世界性的潮流 所以拜登跟川普不约 不约而同 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选择在中国的对立面 但是全世界都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刚刚评论都很好 但是只有一个人 他是独排中益 这个时候独排中益 所以他要显示他显示出他的特别 而且是他所谈的根本是没有任何的急迫性 没有任何急迫性的议题 然后他要进行了他们的这样的 双边的双层论坛 所以我们认为 其实认为柯市长在这件事情上 刚明显讲说他的政治上的算计 判断错误 但是我倒我不一定认为认为了 我认为其实他他设定的就是 精算他可以在蓝云 他认为他这件事情 他反正我的目标就是 我不是我不是要全面拿 他就认为我在这件事情上 一直是慢慢地去瓜分蓝云在中国在这个论述上的一个市场 是有有可能吗 他因为这样子 他可以扩大他的这个民众党的得票吗 或者说他支持度吗 他们民众党的这个创党的这个 部分区的立委 拿地下党主席蔡壁如 连算数都算不好呢 怪不得他们有灭党这个危机 那个党代表大会一万两千人 要有六千人参加 现在还是这个一丑莫展 你认为他们打得到目的吗 据说有机会突破六千 是他说可以可能吗 据有可能 现在他因为他本来是要 他延后 延后办党代表大会 就是因为他目前还在call人 人都不够 所以有可能最后 家伟托出 李莉扣高雅 有可能勉强过到六千的门槛 他们回来今天这个重点 就是说 我觉得柯文哲不是笨蛋 他很清楚 就是说今天这个中共对台湾 已经是史上最阿把的一次 就是包括港版国安法 武汉肺炎疫情等等等 已经是把台湾已经压到 已经讲来听我们都快不能入戏了 他还要来救我们 对 已经这么惨的时候 听犯我们要救我们 我讲的你也连国民党 张继承的脑子 连国民党都知道说 这个时候不应该跟他们 有一些特别的接触的时候 他非要去办一个这个形式上的论文 这个完全是形式 可不可恶啊 他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他就是这个形式 但是你要知道 真的就是雪中送炭 他必须在这个时候去表达出 他对中国的善意 这个东西 然后将来他可以得利吗 因为 长线来他可以得利 因为从赵娥到来 我觉得赵娥到来 我觉得赵娥到来 他分析的人 我才去拿就好了啦 我跟你讲 他如果习近平崩溃了 他可以得利吗 所以我一开始不会讲 如果习近平崩溃了 他就完了 你从台湾内部来看 他已经拿不到绿营的任何票了 就犯绿症 也不要说绿 包括犯绿的这一块 过去他从这边起家的 可是现在因为他的种种的这些 已经 郎公召间 一中揭穿了 就是克文哲办这个双城论坛的视讯会议 他的目标群众其实是在蓝色这一块 用这个民进党是用假的这个同意票 甚至于就是说 是这个 陈菊的人事案是通过 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票数的方式 来去争取蓝营 他们每天 克文哲是大数据专家 我相信他每天在那边看大数 他不是笨蛋 范略就他碰不到 可是范兰区 因为范兰区目前国民党情况也是里里烂啦 那你要知道 未来有两个选举都是 克文哲一定会派人出来 第一个台北市长 他是不是一定会派人出来 也许就派黄珊珊 那这个时候就取单一席次了 还有再来二零二四年选总统 也是单一席次 他进攻范兰可能吗 范兰的选民这么笨吗 刚才这李明贤的谈话显示出 范兰也不见得把他当自己人啊 我们拿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继续来看 克文哲在全世界的反中抗中 跟这个批判中国抵制制裁 惩罚中国声当中 唱反调 跟上海城市拥抱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中华民国之耻 来请锁定 民事台湾台 那新闻一五二 在前半段的时候黄一中老师告诉我们说 他有灭党的危机的情形之下 他要透过这个所谓两岸之间的一个唯一的交流的平台 来提升自己 那可是这个灭党危机呢 已经真的是这个迫在眉睫耶 据周刊报道本来八月二号他们要有六千人参加嘛 因为报名人数只有三千人 所以他们要延长报名一个礼拜 到下个礼拜的二十七号 那而且还拼命的来这个制作宣传短片 他们连一个党六千个党员的开会 当时他们没有想到说 要一个政党成立要开党员大会 所以就非常兴奋的到处这个征收党员 征收了一万两千人 如果那个时候只有一千两百人 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很多人说 你跟赵好笑那么高兴 很多人说这个党从一开始创党的时候 从党主席到地下党主席蔡壁如等等 都是没有一个长远计划的人 所以今天才碰到 又灭党危机是自己造成的 第二他那个这个双城论坛 骗自己也就罢了 他以为他可以骗过全台湾人吗 台湾的年轻选民会吃这一道吗 我们先讲这个灭党危机 我觉得不会 因为他目前他我刚才讲 他除了这个报名的会来的以外 他现在都用委托书的方式 因为其实基本上你只要有个委托书的同意的话 他可以试作出息 所以他到时候可能没有骂错那么多人 可是每个人都带了一堆委托书来 那就是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搞出六千人 这我觉得这个不难 以这个情况下 只是觉得很好笑 就是说你一个政党 这是做检制服自己造成的 当初他就是急着要在在那个 首席讲喂水生日那一天 因为他柯文哲说他自己是讲喂水 跟他同一天生日 所以硬要在那一天 去搞一个台湾民众党 所以操操了事 可是如果从结果来看 他得到什么你知道吗 他今天他当初搞了一个台湾民众党 伤害最大的其实宋楚瑜 宋楚瑜本来说 他其实清明党就是过去一直在那边 努力来合作 甚至还希望柯文哲可以来接下来的班 结果就这样一个 宋楚瑜的清明党不但消失泡沫掉 柯文哲的民众党不但成功了 而且立委拿下武席 还拿到非常多的政党补助款 所以从这个计算来讲 精算来讲的话 他当时是成功的 只是说没有想到说 党员现在要call不到人 但我相信他这个小时会过 只是说回到比较严肃的话 就是说这个双城论坛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根本没有意义 他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成效 可是他们现在 他现在就是赌一把 他现在民众党的支持者 我们以选票来讲一百四十万 那他只要他要往上冲 往上冲 就是上次的拿政党票 对上次的政党票一百四十万 可是他往上冲 他已经抢不到泛律阵营的所有的选票 所以他只能去往哪边捞 他只能往被认为 现在比较不成才的国民党那边 那确实 就等下少林议员可以解释 确实我自己也私下听过国民党议员来讲 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年轻人 年轻人虽然大部分都比较支持泛律 没错 可是还是有一些少数的年轻人 泛兰的年轻人 他们其实也不喜欢国民党 来三代 所以他们要拖也是民众党 所以等于民众党 他自己看到他在泛兰区的这个年轻世代 他是有票的 所以他现在积极地想要往泛兰 因为你知道下一次市长选举 二零二年 总统是二零二四年 他还有两三年可以拼 所以他现在试看看 不断的去挖看看 看有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 去取得泛兰认为说 柯文哲有机会成为泛兰的新共主 将来在选举的时候 也还有弃保效应 但与其事下 他有没有可能把泛兰的 把兰军的国民党的人给他弃掉 保住他 所以他要做泛兰的新共主 当然 但是因为时间还很久 还有两三年 所以他慢慢的去 他慢慢的去做 对 取国民党 把国民党到时候弃保的时候 把国民党扒掉 真的吗 看来好像那个老共那边 也对他寄予厚望吗 双城论坛已经变成老共那 跟那个柯文哲进展关系 培持柯文哲成为在台的 另外一个这个共主 泛兰的代表人的一个管道了吗 这一次 因为我们如果要看中国的意见的话 你当然看中国的官媒 释放出来的风向是什么 那你要不就看人民日报 要不然看环球时报 要不然就看央视在讲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双城论坛 这个是七月十六号的时候 央视所发出来的 央视谈到双城论坛 其实双城论坛这么冷 连台湾的媒体都不太爱报 而且还是个视讯的 对他是视讯还不是实体 因为画面性又不是很强 所以一般的传统媒体也不见得爱报 可是你看央视特别就为了他做一则 那你去看央视怎么论述的 刚刚益中在讲到说 其实现在民众党 他掉到一个状况 是要跟国民党去抢票的情况 其实这个也是真的 因为你看这个民众党的民调 在6%到13%之间在做浮动 这中间的7% 其实从哪边切过来比较多 其实当然从国民党切过来比较多 就民众党表现得好一点 然后国民党表现比较烂的时候 他就13% 那国民党看起来比较能打的时候 可能民众党又掉到6%去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央视的态度 这个地方大概某种程度 反映出一个气氛 我们那个观众朋友 他最关键的其实是这一段 在当前民进党当局 持续制造反中氛围下 这反中氛围其实全球都反中 也不是民进党制造的 国民党两岸主张模糊不明的情况下 这一句话有没有讲出一句话 就是央视可以某种程度 代表中国官方的态度 他们认为国民党 现在叫做两岸主张模糊不明 而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国民党现在也在调整两岸论述 跟两岸政策的主张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 马英九 江启臣 这个朱立伦 大家讲的都不一样 人人一把号各吹各的掉 但是在央视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双城论坛的继续举办 成为岛内外舆论的焦点 然后你自己看 央视自己tag的 央视自己tag的一句话叫 两岸一家境绝对比 两岸一家酬好 这句话跟谁讲的话一样 这不是柯文哲讲的话 那这句话你看央视在 这个部分还tag出来 那央视讲完了 你如果觉得还不够 你还看多一点 可以啦 海峡卫视可以了吧 再补一个海峡卫视给你看 海峡卫视这边怎么写呢 你看海峡卫视这边写这句话 为何是曾经末绿的柯文哲 独抗两岸交流大旗 续办双城论坛 是柯文哲在抢两岸话语权 铺路2024吗 他能为台湾找出一条出路吗 这个是海峡卫视写的话 所以前有央视后有海峡卫视写的话 我想这个意思表达的很清楚了 在中国官方媒体的角度认为说 那民进党反正本来跟我们立场就不一样 那国民党现在是党内在辩论两岸论述不清 在这个时候呢 柯文哲能不能杀出一条血路 我们好期待啊 这个大概就是刚刚央视跟海峡卫视的态度 真是施敬我们对柯文哲 真的你要这个稍微再寄予敬意好不好 所以你看我这样讲出了中国官方媒体的态度 所以你可以去发现一件事 现在在这个台湾也是一样 就是有一票本来传统国民党的支持者跟选民呢 他们在两岸论述这一块 他们会觉得国民党现在两岸论述陷入混乱 那在混乱没有定调的时候 而国民党自己也承认 现在还没有定调嘛 在这个时间点对柯文哲来讲 他最好的一搏的机会 就是在这时候怎么样 杀出血路定调两岸政策 然后把他的两岸政策定成新的两岸政策的一尊 跟国民党内的论述去抢票 在这个时间点 反正你们国民党两岸政策要乱到什么时间 还不知道 那他这时候呢 就可以至少稳居在这个角落 所以他这时候也不怕你笑啊 就蔡壁如连那个现场 有40个人没40个人算不清楚也没关系啊 反正那都是一时的啊 他两岸政策定调下来才是真的啊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现在的讲话啊 就柯文哲现在释放出来的风向 跟这个中国官媒释放出来的风向 有些用词已经开始 这叫什么 对接 开始对接上了 两岸一家亲总比两岸一家丑好 类似像这样的言论 双方可以开始对话 要不然你实在无法知道说 这个两岸论坛到底现在对台北市的实质效益是什么 所以我刚才会开玩笑再讲 我现在看到最大的实质效益 其实不是在疫情啊 那个疫情啊 这个是太之前的事情啊 他最大效益其实是在高楼大厦的这个防水的问题啊 因为上海的中心大厦 号称上中国第一高楼 前一阵子四楼到六十楼之间才淹大水啊 那个这一段的楼层 楼楼都变水莲洞 所以在这个时候 刚好可以给台湾的台北101 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跟参考 明天黄珊珊应该跟他讨论 大楼这个淹水应该如何防止 这个灾害或是救灾 对黄珊珊如果很认真跟他讨论这件事的话 我应该会笑得很大声 那就得罪共产党 但是事实上这个少庭啊 现在从这个中共所做的这个报道当中 对照柯文哲所自己设立的角色 柯文哲在争取泛兰共主呢 你们国民党有救了吗 新的泛兰共主来了 蓝营可以保下这个地位吗 那还是国民党要被逼成第三大政党啊 刚才赵豪也说 他利用这样的声量啊 这个蔡壁如啊 制造一个齐三阿贝啊 不管怎样都是为了高雄市长的 博选民众党如果能够这个拿到第二名 逼一下李梅珍他可能就有胜算 你觉得有压力吗 先说柯文哲啦 刚刚扣姐讲说 这央视说的他会不会变成我们这个 国民党两岸战畅 那这样好了 明年我们不是要选党主席嘛 就请他报名好了嘛 他能够选几票嘛 所以我觉得不是因为说能够办一个跟上海的双城论坛 他就是被北京所接受 或者他现在就是这个北京认为在台湾他最能够接受一个政治人物了 其实对北京当局来讲 他一直在台湾各政党各派系 他都有在接触当中 不是只有国民党也不是只有民众党 我相信各个政党其实跟北京都是有在接触的 当然是看是那种非官方的然后undertable的都有嘛 那柯文哲这个双城论坛当然他已经办了好几年了嘛 可是今年有必要吗 今年那个疫情当中有必要吗 他就搞噱头嘛 他就是复义要制造声量嘛 就像就是被你们你们被共产党抛弃啦 国民党 立马归一马 他办也不代表国民党被抛弃嘛 是不是 但是你希望共产党有报名吗 那是立马归一马 但是柯文哲这个搞这个声量 从他去结合无意正选高雄市的市长 也是另外一个方法嘛 其实他认为说他今年二零二零在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 高雄拿了八趴 他拿了八趴的那个政党票 他认为总统大选到高雄来 可不可以在八趴的这个基础上 再往上跌 跌多少 可是大家都很清楚 现在无意正的民调出来是连五趴 大概都 把五都不一定有啦 那你就发现说 那柯文哲你也多次到高雄 帮无意正浮选 上个周末才去啊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你到高雄帮无意正浮选 媒体问的都是问你台北的事情 譬如说你台北的这个三倍券的状况怎么样啦 那你老婆又讲了一些什么话啦 好像完全无视无意正在高雄参加补选的这件事情 那如果说选战都打了一半了 如果你的光环可以加成到无意正的身上的话 无意正照理讲他应该从过去无意正自己本人可能就五趴了十例 他至少要到十趴了嘛 结果反而没有看到 现在到底怎样啊 那无意正说 其实这个他今天有接受法问啊 无意正说那个很多的蓝营的议员支持我耶 你也是蓝营的议员耶 派里没真是害他呢 个性很好 跟爸爸一样很讲义气 但不要想说这次市长不会上让他培养知名度 享受选立委培养明代是好事 但越级打怪让他展现出对公共政策的薄落 很多国民党支持者私下也表示想支持无意正他自己耶 民进党参选员起迈支持度百分之四十八到五十 那这个无意正说他自己是百分之九耶 你们那里没真才百分之十一耶 韩国瑜来站台也不会改变选举 声量会增加但票未必会增加 你们真的有那个国民党的议员 这样倒戈支持无意正吗 绝对没有嘛 你发誓人家都觉得你是 我发誓发五都可以啊 这不 其实很清楚 其实无意正他今天上节目讲的这些话 其实他就是急了嘛 因为他的民调其实你大家去注意他 这两三次的民调 他们蔡壁如 柯文哲 然后无意正 人家是那个三剑齐发言 这个围堵你们的李梅珍耶 在高雄要打天下呢 所以我觉得柯P他一定是发现说 他多次到高雄帮吴义正站台 但是没有办法给吴义正任何加分嘛 干脆他就直接先针对这个李梅珍先下手 因为吴义正过去就是清明党的系统嘛 他现在还是挂清明党的议员 那表示他的票也本来就是在蓝营的方面 我跟吴义正是同区我很清楚 所以现在他们都在抢高雄蓝营的票 所以说如果说真的要去看说 柯文哲到底是不是泛蓝的人会支持他 你就看到你吴义正最后能够投出多少票出来 他如果最后得到了九趴 而且跟你们国民党差不多 二三名差不多多的话 那他就是赢了 但是我觉得这情况不会发生 黄义中在点头 如果真的是像他这样讲 如果是这样讲 他赢喔 他真的赢喔 但是我不认为说国民党会跟吴义正的票是差不多 我也不认为 真的没有 持平来讲应该几率不大 但是李梅真的程度也太低了一点 黄绍婷现在大部分的人在节目里面都说 早知道国民党提名黄绍婷 然而选情说不定会比李梅真火热一点 也比较安全一点 不不 我觉得李梅真是个很好的选择 我跟后姐解释一下 你的EQ很高 这种四十五天的选战 你一定要用这种非典型的打法 什么非典型 因为我跟你讲 一个你提一个年轻的女生 然后颜值上还有一点 我觉得这样做包装 反正不管提名谁 这仗都不好打 这说实在话 就是提我我可能也会 你觉得选他是一个这个奇招 我认为奇兵 然后他的诗言连连说错话 然后女版草包的这种形象 都是你们的奇招 不要再把草包挂在他的身上 我觉得人家是有在进步当中 而且我觉得我们用本来基本的一个底 国民党在高雄 毕竟有一些组织站 但是你提名一个四十岁的 毕竟跟年轻人就是比较接近 你说像今天奇迈 他一个看板是一只大猫 他要吸你一些年轻人的选票 这我们都清楚 他在小米的身上 那对李梅珍来讲 他本身就是年轻 所以他不用过度再去 要去用什么方式 对不对 他的谈论的议题 年轻人会认同他吗 我觉得当然是努力当中 我们当然是努力 他的年轻是生理年龄 你们真的年轻真的是生理年龄 那个人解读 他真的不是 他前段时间 他的很多的广告 他的MV那个样子 还有他在调那个 他说调饮料给那个他的助理喝 但他就说现在年轻人 没有人喝汽水还要加糖的 你真的太不了解年轻人 他应该是调Mojito吧 对啊 他只是没有酒精 是virgin的Mojito 所以那不是汽水加糖 他是雪碧 只是一个virgin的Mojito而已 我跟你讲 少廷如果是要这样子的话 国民党就去找二十郎当岁的 那种网红型的 不就好了吗 你真的不是只看这个东西吗 而且我觉得 我其实也觉得少廷蛮为难的 我们来持平的来讲 如果今天提名的是黄少廷的话 我请问一下 第一 你们是在小玻璃间 还是讲真心话 真的真的 你第一会出现 论文抄袭的问题吗 我请问 你会有 问他什么东西 他都搞不清楚吗 对 那讲的话 一问三不知 会你知道单单汉堡 没有皮蛋瘦肉粥吗 你会讲这些东西吗 其实我没去过单单汉堡 那也好啊 人家黄少廷带过台积电 是不是 我的论文是英文的 可能你们看不懂 我看你讲 李梅真很简单 他有办法坐在这个位置上吗 跟大家这样对谈吗 问问他选情他敢吗 他甚至于 你就算好吧 如果说 我把题目都写好了 我把答案都写好了 面对记者 让人家提问他敢吗 我觉得他可能连这个都不敢 他最后有个法宝是韩国瑜 我们来看飞行的发展 这场选战 韩国瑜站出来之后呢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而陈其麦呢 有受到威胁吗 人家说这是 鱼麦的延长赛 是真实的状况吗 平市长补选 陈其麦形成满党 上午到夜朝 上午冲三明区一名庙参办 提客家施政白皮书 还签名承诺当市长后会兑现 就是要告诉市民自己准备好了 而蓝绿白三名候选人 也继续在公共政策能力议题上交火 本来就是也害了国民党啊 因为他还没准备好嘛 他对这个整个担任市长的这个整个该做的事情 对高雄的宏观的角度还不够成熟嘛 从政策来看 我们还看不出来李议员的政策 到底内容是什么 只看到韩规理髓 没有什么害不害 进了厨房就不要怕热 那国民党今天既然需要我 就是把它承担下来 这次出征市长宝座被说是被国民党害了 李梅珍说自己是勇于承担 还说现在党主席江启臣 是六十几名次的很年轻 这次国民党是全部焕然一新了 都改变成年轻人了 不过陈其脉再宣 年不年轻要看整层内容 这次国民党就是全部焕然一新 都改变成为年轻人 希望可以接地气 然后可以听到年轻人的声音 在这次国民党做这样的转变 我相信就是要让大家焕然一新 政策年不年轻 其实要看政策的内容 比如像国委也经过挫折 也有一些当过国会的助理 大概社会很多改革的运动或进步价值 他们这些人都跟年轻人站在一起 选战倒数二十多天 蓝丶白持续交锋 有三位也有四二位 好这请教少庭 或许是因为李梅珍的公众形象上 卡卡的一下失言一下干嘛 那大部分的这个 他的最新的新闻对他都是负面 而他呢现在都是用防御性的这个回话 任何事情都是明朗污蔑他 或是1450带风向 特别是那个皮蛋瘦肉粽这件事情 他还在那边凹来凹去的 要不然就是1450带风向 要不然就是他过去有个广东粽 那广东粽跟皮蛋瘦肉粽也不一样 不管怎样 然后再加上论文的抄袭 以及所谓的那个版权的这个周杰伦 这首Mojito这首歌 你到底可不可以改编人家的这个歌词等等 都对他是非常不利的 那可是你们国民党确实在高雄 是有基本盘吗 对不对 那这个基本盘 加上韩国瑜最后出马 有帮助吗 可以巩固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们现在在做老二的保卫战 人家柯文哲 吴义正来士汹汹 你们惨了 我跟你讲 韩国瑜什么时候会出手 我相信韩市长一定会出来 会吗 一定的 我相信一定会出来 因为我觉得 你们这个也说会 这个是政党的问题 既然是国民党的 然后其实他在高雄会选过市长 他在高雄选过 他有一定的基础 然后有一定的支持度 然后其实如果你说六一六号的罢韩的话 刚才齊曼也有讲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你如果真的再去分析说六一六号罢韩 为什么大家会出来把他罢掉 是因为他去选了总统这件事 但是对于他这一年四个月 高雄的市政 包括大量的观光客进来 让高雄很多人看到一些人潮 还有一些大家可以讲得出来的 一些政绩的话 高雄人对于韩国瑜 他的市政并没有太过于挑剔的 是说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跑去选总统 所以当韩国瑜回来的时候 我就姑且不去讲什么叫韩粉 至少在高雄的一些地方上面 大家对于他做过这一年多 短短的一年多 那大家看到他所做的东西的话 的确还是有一些影响力 那加上说 那既然是国民党这一次 要跟民进党来对决嘛 他当然就会出来 所以江熙成主席也说了嘛 十四个县市的县市长到最后 这二十五天都会陆陆续续过来 那到底韩国瑜什么时候会出面 我觉得大家就拭目以待 好 那他什么时候出面是最佳的时机 怎么样出场 因为他已经成前很长一段时间了 他的出场应该要轰轰动动 轰轰烈烈才有效果啊 对不对 是这样子吧 否则的话你无法激起韩粉的那个 情绪上热忱的回应 然后要为他讨公道嘛 韩国瑜出来一定是替韩国瑜讨公道 然后投票给李梅珍嘛 就这种情绪的这个延伸 才能够让李梅珍得到韩国瑜的这个鱼翼的支持 不是吗 那当然韩国瑜出来 其实就是要把 第一个要把蓝英德票 巩固回来 第二要讨回公道 第二个就是说 也不要说是不是公道啦 因为我觉得这是人民的选择 替他复仇 但是至少他要让高雄人知道说 过去韩团队在高雄是真的做事的 让这些人认同的人可以出来投票 好 而且寇杰 其实在整个历届的补选 投票率都是低的 对 假设就是说 例如说你只有四成的话 所以你最后 如果以四成高雄是两百三十万 四成大概九十几万 九十万左右的选票的话 大家等于是在抢四十或抢五十 这个关键 对呀 那赵拉康说 那个李梅珍就有六十九万 韩粉的票 韩国瑜的票 这个谁讲的 我是不评论 但是我讲的是 就战略战术上 你以四成九十万票 抢四十五万的话 当然最后大家各个阵营 就在评估自己的战略战术方法 李老实说 你们现在是不是受到这个威胁 是不能够落入第三名 我们 我其实我今天做二妄议很清楚 我们在努力要第一 不会落到第三 是这样吗 照好 那个韩国瑜 否则韩国瑜干嘛出来 如果没有老三危机的话 他们干嘛 这个时候一直声声呼喊韩国瑜 韩国瑜出来 会不会压制到陈其麦 因为陈其麦会不会有韩国瑜障碍 因为上次选举的时候被韩国瑜这个打得措手不及 那这场选举会不会到了这个十五天 也就是八月初以后又有一番新的局面 因为你不知道韩国瑜会出什么牌啊 这个人让人家意想不到 那我觉得在从现在民调数字上看起来 当然奇麦的险情是乐观 审慎乐观 但是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这个对 其实对李梅珍这样突然跑出来 选举的在大概五六十天 就要选市长的人来讲 其实蓝绿对抗对他来讲 是一种最廉价 最简单也最方便的 能够的一个选举 所以说实在你要将他 蓝绿对抗 因为无论如何 其实蓝还是一个基本盘 如果这个基本盘他都被动员出来投票的话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能小叙 对 倒是李梅珍 我觉得他今天人家用问他这个这个论文的是不是抄袭等等 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回答说他是在选市长 也行 大家问他其他的问题 其实我要提醒李梅珍 李议员 就是就是因为你在选市长 人家才会问你这个问题 你不选市长 不会有人每天督麦 问你这相关的问题 一个人要选市长 当然你过去的 包括对高雄市市政的愿景 包括你一些个人的一些操守品性上的这样的行为 大家都会去问 而且这个是选民应该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诚实面对是一件最好的一项政策 那自己说韩国瑜最后会用什么 要这样出招 我是我是评估 那我不知道邵平这样评估 对不对 就是说我认为韩国瑜最后是会出手 当然但是既然要寻塑成那种蓝绿对抗 或者是要对蓝色的阵营来讲 他是要这个选举是要给韩国瑜一个公道等等的话 那当然他不可能现在就出手 他一定会压到最后 那个情绪上才会比较高张的时候 他才出出手 那至于有没有效 我觉得就是说不能小看他 但是这个效果应该不会像二零二零的总统选举 或甚至没有办法是绝对没有办法 跟二零一八的市长选举来做这样的相比 因为这两年来 其实这整个误患心仪 其实包括高雄市民的心情 说实在我觉得像高雄市民的心情 有一点就是说韩国瑜的过去 他跟陈其迈的纠缠 或者韩国瑜个人的过去 其实在今年的六月六号 这一天已经结束了 我认为是已经告一段落 所以这场选举 我也不认为说选民还会一直在纠缠 在韩国瑜情节里 因为他认为说反正我六月六号 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 他现在想的就是说 那我现在是要挑一个好的市长 让这些市政赶快来上轨道 因为现在高雄市政府 虽然有代理市长 但是对选民来讲 他现在是还是没有市长 因为不是自己投票选出来的市长 所以杨代理市长 他很认真在做 不过大家还是觉得不踏实 明明这两百多万人口的一个都市 他应该有一个非常好详细的规划 跟一个市长来带领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市民就是赶快希望 希望赶快把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用自己的选票选出一个好的市长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后难免 然后就是说国民党会可能会做情绪上的动员 或蓝绿对抗等等 但是我觉得那个效果 不要去小看他 但是应该不会像二零一八 这样子的捲取一股旋风 当然这二零一八靠三三造势 靠韩国瑜的这个个人的煽动力 制造了一个奇迹 可是对李梅珍而言最不堪的就是 现在大部分来的人都认为 韩国瑜的在高雄的支持的基本盘 还是大于李梅珍 那这个昨天我看到一个 这个晚间新闻的主播 他还提到说 李梅珍可能有退选的危机呢 因为消化闹太多了 这个不太可能吧 这个李梅珍不可能退选 那如果不可能退选的话 那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呢 那当然高雄市 你看这个李梅珍的最大的问题是 你看今天他的公开行程 就只有一个三点 高雄市各省同乡会的后援会 桥头黄昏市场 这个是陈其迈 各省同乡会是哪个县市的各省同乡会 中央各省 高雄市各省有啦有啦 什么山东省啊 山东云南啊 四川啊 湖南啊 很奇怪 因为你选市长应该是高雄市的 比方说我是到其他县市去高雄市同乡会吧 比方说他去云林 然后在云林跟高雄市同乡会见面 然后请这个 在云林的高雄市 应该是找出外的高雄市民 你可能这个他在高雄市办各省同乡会 是要拿谁的选票啊 这李梅真两个行程 那陈其迈 卖卖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个行程 据说还那个陈其迈 还那个怪他的这个助理们排的太少 我觉得其实这里面 我一直我觉得 我其实替李梅真觉得有点辛苦 就是说很多人说他月籍打怪 那这个月籍打怪 不能怪他 应该是说国民党 党都要乱提名 对 国民党过去在高雄市 你们到底在高雄市 你们是准备了什么 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政党 你要去延续你 不论是每个城市 你的这个执政 或者是你的人力 你大概都要先准备好说 好我现在这批议员 我拿几个 我要让他赶快能够培养 他们出来选立委嘛 对不对 拿几位立委呢 他的地方经营非常的好 有这个实力 未来可以来选市长 每个政党 大概都要做这个准备 对那二零一八韩国民市长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状况 他等于是从天而降的一个很有趣的人 然后在高雄市引起了一番 一番的这个特殊的选举文化 但是如果大家就 如果国民党就以这个高雄市韩市长那个经验来觉得说 以后我就这样做 我想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其实我在看说 大家在讲选市长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你对于这个城市的了解 以及你的愿景 刚赵豪委员提到了 现在是有代理市长 他还是可以把市政维持一定的运作 该有的都有 但是市长的功能是什么 我的愿景告诉我的市民说 我未来三年 未来五年 我要做哪几个重大政策 把我的城市导向哪个方向 那等于是说对高雄市民 我看到有一些是有一些高雄人 他讲了 他说觉得选情很冷 有一个很大的因素 因为他们觉得很累 他们觉得这场闹剧可以结束了吗 赶快八月十五选完就好了 因为对于很多高雄市来讲 这个这个真的太辛苦了 那今天我这样 我这样 其实我刚看到李梅珍 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有点讶异 我们先去不去谈他的这个选举操作 周伟航在我们节目讲过 说蓝营的人台北的蓝营的 党中央的人士曾经说过 知道他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可是没有想到比想象中还要糟糕 因为他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新手 如果是新手 像我们这种政治 我们的政治新手 你可能会有一些犯错 但是他在当地已经是连任的议员 所以连任三 连任三界 你理论上 你在选举的时候 你会说我在我的选区 我曾经做了哪几个重要的政策 或提要求政府市府做了哪些东西 那我如果当选市长 我就会把这个 我曾经的经验拿来用 我完全没有办法看到 他有这个东西 那他要去说韩市长 当然我相信刚提到说 未来在这几天 韩市长可能接下来会出现 那所以李梅珍也就是他要重复 他要重新再来承认说 我如果当选的话 我会复制韩市长的东西 有啊 少庭说那个韩市长 对啊 这个对选民来讲 我们才把你罢免掉而已 这样子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险期 可是他不能不走 只是我其实蛮遗憾 是说你看陈其脉 我们讲陈其脉前副院长 他其实他有很多的说 他对面的愿景是什么 他还讲了二零一八选举的时候 我就已经这个愿景了 只是当初没有办法选上 我现在再把这个愿景再修正过 再告诉大家 我真的很想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候选人 对民众的责任 那李梅珍这边 我觉得很辛苦 就是说他真的讲不出来 他过去那三届 他在他的选区 或者他对高雄市的了解 他要做什么事 那这样就变成说 今天如果他有很多很好的政策 那他今天如果出来说 我有这么多好政策 你们都不讨论 你们整天只讨论 我这个讲唱错歌词 那个抖音不好 那我觉得这样这样说的过去 就是说不应该这样 我们应该讨论政策 可是其实说实在话 你看他的行程跟他的 我们不太看得到 他的市政的愿景 也看不到他有一个力 他有个能力告诉大家说 我当议员当得非常的好 我当议员当得非常有能力 所以我可以当一个很好的市长 这两个论述出不来 那就变成大家只好整天盯着他说 你怎么妈祖跟佛祖搞不清楚 是蛮可惜的啦 其实他是有点 轻者痛愁者快 就是简单的 就是现在大部分人都讲 他形成一个笑话会怎么办 那韩国瑜来会怎样呢 大部分这个少庭可能认为 韩国瑜有韩粉的基本支持盘 当然吴义哲能不能够超越 这个李梅珍对柯文哲啊 这个蔡壁如民众党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对国民党而言呢 在这场高雄市长补选当中 在立法院打架 这个出了这么多的武动明星 好像也没有对李梅珍的选情有帮助嘛 对不对 那这个现在的国民党 台北台南都有这个对民进党当局 有相当程度的攻击 这两个攻击呢 他是一个假讯息的栽赃抹黑吗 是希望能救他国民党的高雄市的选情 救国民党政权吗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所谓苏家权跟苏正清 到印尼去到底怎么回事 我问了半天搞不太清楚 最新的情况 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三倍券 明明银行都还没有兑换 他们的台南市的国民党的这个党团 议会的党团居然开记者会说 有人拿到假的这个三倍券 到银行兑换会发觉是假的 那个是真的是凭空捏造的耶 先看苏正清 这个跟苏家权到印尼去 外交部的这份公文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委托律师到北检案铃申告 就是因为前一天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游淑惠 罗志强等人 指控总统府秘书长苏家权 和侄子林民进党立委苏正清 两人2017年带着国营企业高层 密访印尼涉嫌图利 但遭苏文青和苏家权双双否认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这个地方到底几堆来 而且里面的日期很明显的出错 如果大家没有记错的话 你们可以去回想当初的宇昌案 也有这种文件被篡改的情势 所有的焦点就纠结在一个日期 可是所有事情 所有当事的全承认了 全承认了不是吗 外交部电文拿出来嘛 国民党不认识乌龙爆料 要求外交部给答案 但苏家权甚至调出了2017年的出入境资料 来捍卫清白 更在脸书上喊冤强调2017年没有前往印尼 而2016和2019两年出访印尼主要目的是与当地台商侨胞会面交流 为防止遭外力阻挡 也为了避免外馆同仁违反行政中立 抵达印尼由外馆同仁接机后 随后就由当地的侨胞组织与后援会协助接送 根本没有国营事业人员陪同也未与当地政府单位会面 2016年是为了这个大选后的卸票行程 2019年则是2020大选成立后援会的行程 面对国民党三位党务主管恶意的抹黑 屡劝不听 苏秘书长只能透过司法让事实呈现 美美这件事情是怎样 其实平常讲苏家权 他有点人家是故意在他的身上去找麻烦 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加油添醋 因为苏家权从去年开始 这个他们家族的问题 他太太要不要参选 以及苏正清的部分区区立委等等 其实他就已经蛮争议的 那后来又他很不幸的又碰到一个什么 他的这个外甥吧 那个张仲杰涉及了一个唐荣 平良心讲了 有的人连自己的小孩都管不了 自己老婆都管不了 还去管外甥呢 可是因为他是曾经担任过立法院 现在又是总统府秘书长 所以他难免会被这样子的指控 可是这个指控到最后连日期都是错的 那罗志强啊这个啊 王玉敏啊或是尤淑惠 他们到底从哪里来的这个文件呢 我先说啊 苏家权已经提告了 那苏正清一定也会提告 那么苏家权这这应该先讲两个分开来讲 第一个苏家权当初当立法院长的时候 他确实有去印尼 但两次都不是这个公文所说的时间 公文讲的时间是2017年嘛 对不对 好12月的事情嘛 对不对 12月份的公文 好在这里面苏家权两次去 一次是2016年的9月 都是为了蔡英文总统的选举 那个时候是因为 而且老实说 也是因为新南向政策 他要听听当地台商的意见 那么2019年 那个时候去 也10月了 为了20年的选举 对也确实是如此 但也有听台商的意见 那我请问你 当你去 因为我们也知道外交都是很被打压的 我们很多时候是必须要低调一点 不仅是我们需要 对方可能也会要求低调一点 第一点 第二点 因为这里面有牵涉到 如果说有选举事务的话 你让我这个外管介入的话 到时候人家会不会说 你不中立 行政不中立 所以他真的确实就是有些难处 所以你这边来看 他的去 因为跟政治上面的选举上面是有相关 而且也是听听台商的意见 所以在这里面 根本就第一时间就不对了嘛 哪有2017年这件事情 没有嘛对不对 那第二点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什么国营事业 私底下安排没有的事情 所以苏嘉全是蛮生气的 说实在话 他就是说他一定要提告 你不能这样子栽账抹黑 因为时间不对 事情也不对 这第一个 那么苏正清 我早上在我自己主持的广播节目里头 我有联系 我访问他 他也是非常生气 他说他一定会提高 为什么 他说他怎么会涉及到所谓人力仲介公司 他跟这个洋运国际 因为他是印尼的人力仲介公司的董事长高寿他 他们两个人确实是这个朋友 而且呢这个似乎是他有安排 我们台湾的这些重要的人物 这个是或者是国营企业的人士 一起来见面 这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这个关系 老说你说安排一些重要的人物来见面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 你知道吗 第一我们有新南向政策 可口印尼有两亿八千万人 他是一个大国 一定是新南向里头的重点国家 这是两回事你知道吗 苏嘉全院院长本人是16年去过 19年去过全部都跟蔡英文总统的 选后的卸票跟选前的 跟小英基金会的人士 天天当地台商的意见 有关 这个是因为那个时候 他已经当了立法院院长 然后他在2019年去的时候 还是立法院的院长 对不对 这个是一回事 那国民党的爆料是把苏嘉全跟苏正清 两个人绑在一起 对不对 苏正清他是立法委员本人 我现在不像蔡英基金一起到印尼去 根本是两回事 然后苏正清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他当初去他是2016年去 OK 好 那么当初呢 因为是新南向政策要推了 他认为国营事业是领头羊 那印尼除了我讲说有两亿八千万人口以外 他的甘蔗蔗田 他的油 他有产石油 那那些都是可以 他们还有煤 对有煤 这是我们可以来发展的 那对方其实也有意愿 你知道吗 也有跟我们 因为我们有新南向政策嘛 所以表达合作的意愿 但是也是希望低调一点进行 那苏正清那时候是经济委员会的委员 OK 他认为国营事业可以当领头羊 所以就一起去 而且他是五个立委一起去 对 请问一下有什么秘密的 所以今天我问了一个蛮高层的人呢 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可能是 嗯 蓝营的人透过一个什么文件啊 这个出来啊 做一些政治斗争吧 但是啊 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先撇清哦 苏家全根本就没有跟国营事业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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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这两次这个2016年19年去 啊这个跟选举跟小英都有关 小英指派的任务 还有南向 那苏正清确实有跟国营事业 跟立法委员一起去 但是结论是国营事业没有任何投资的案子 国营事业是这样子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所以要请教黄绍婷 你们国民党的人真的会栽赃 就是结果就是他们有一起去 那我你们外交部经济部的人 没有参与的行程 就叫做图谋私人利益吗 那你检视的结果就是 跟他一起去的国营事业 没有在印尼有投资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国营事业是这样 国营事业他如果要投资的话 他有几个程序 这不能乱来的 那个很严重的 他先去评估 然后他们要报经济部 对 然后经济部还转到新南向办公室去 对 所以他们是有过去去看 看了又评估之后 结果没有投资 所以结论就是说 这件事情呢 它是把人家的行程 拿来混在一起 讲成是熟职 可能利用权势来这个谋取利益 当然这个事情 已经进入司法的这个程序了 因为双方熟职都已经这个提告了 那我们就看未来的发展 不过还有一个更悬疑的 就是三倍捐出现了假照的这个事情 昨天很多人好害怕 怎么三倍捐真的有造假 结果经济部呢就轻描淡写的出来说 三倍捐还没有兑换呢 因为7月23号才兑换 我们来看这个乌龙爆料 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那这个民众陈勤 收到假的被银行没收 这个议员 台南市的王家政议员说 可是现在银行还没有收三倍捐 我们来看最新的报道 他一收到假的三倍捐之后 他一回到店里面 他就门口贴 即日起本店去收三倍捐 三倍捐上路不到一个星期 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 上午召开记者会 质疑已经有假捐流窜 当他要拿去银行换钱的时候 银行跟他说 你这张是伪的三倍捐 跟那个我们的新台币一样 全部要被没收 而且还要在当场 在银行还要问一下笔录 议员李中曾爆料 说在中西区开店的朋友 一次收到假的三倍捐 拿到银行对领 当场被没收损失才重 因为我们这边一直没有接到 所谓比较具体的告诉或告发 目前我们并没有分案 来调查假三倍捐的任何案件 资本的商家 按照中央所做的规定 最快要到七月二十三号 才能够把所有收来的 资本的三倍捐 拿到银行或者邮局 存到他们的企业账户 但店家三倍捐还没到对领时间 而且到哪家银行没收 爆料议员也说不清楚 假捐争议还有代理清 这个三倍捐的兑换 是到七月二十三号 今天二十一号 是后天才兑换 所以你要后天到银行里面 才能够兑换 没想到他们这个 什么回到未来 超前部署 这个谈谈的国民党 这个市议会的党团 就这样频频说 有人去银行换钱 换假的 就经济不说 我们还没兑换 这个假新闻照的也太假了一点吧 七月还没到 没时间还没出来 就讲话要有评有趣 就是说我们很少看到一个民意代表 在讲这种 通常民意代表你开记者会 就算你是好像刚刚我们提到 出生期那个 你可能乌龙爆料 但至少你还是有点东西吧 你才敢开记者会啊 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东西 他就搭了 就在那边开一个记者会 然后讲的如假包 像是真的一样 然后最好就是当记者问他说 哪一家银行的时候 他说他不知道 一个是在中西区的民族路上的视频 哪一个朋友 银行说三倍券可以还坏 银行说三倍券是假的 这讲到好像这个 你好歹 真有这回事 对你说你朋友不方便露面没关系 那你至少跟我讲是哪一家银行 那至少我们去查一下 那最好笑是请政员就直接打脸 就说他就还没开始对外 怎么会有假的三倍券 所以我觉得你爆料 也要有一个基本的底线 就是这个已经愉悦了 一般人可以理解的限度 这个我看连蓝鱼都没办法把它变 我太憨 那为什么会做这个政治动作 我也相信 就是说平常一讲 最近三倍券蛮热 三倍券现在很好 随便讲三倍券没有用 平常一讲三倍券当初虽然说 要先缴一千 然后再拿三千 这个很多人在诟病 做得不好 不过从这个七月十五号 开始这个效益 大家发现说他第一个 他的那个 因为我觉得其实商家也配了很多 很多商家就说 有三倍券资本的话 有送优惠 就我朋友也跟我那天 有一天突然问我说 你有没有三倍券 资本的 有没有去对话 我说没有 我是绑数位的 他说那好可惜 我说干嘛 干嘛一直跟我吃 他说他们暑假 要带家人去那个 去住饭店 住好的饭店 那个饭店就说 拿资本三倍券 送下午茶套餐 送什么什么 但是如果你是用数位 就没有 所以他们就抢着要去对 因为他没有在第一波 去登记对话 所以我就说 最近这个热度 就表示说 这个东西 上一次有人在讨论说 这一次的这个券 跟上一次马英九 马英九二零零九年发的那一个是三千六百块的消费券 那最后带动GDP 大概成长零点四趴 这一次我凭年来讲 这个效益会很好 是说他其实政府只没有花那么多钱 因为政府一个人给两千的话 大概只花了四百多亿 可是因为他强迫 每个人先拿一千块出来 所以他最后一来一往的成熟效应 我觉得至少可以 不敢说可以追到马英九 我觉得他可能会跟零点四趴差不多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很难计算 这个我们不是经济学家 现在没办法精算 但是凭年来讲 就是因为三倍券最近的效益搭配什么动资券 易放券 今天易放券抽奖 好多人都没抽到 身份证后三马不一样 有十分之三都共估 小弟我也共估 但没关系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欢喜 就是说人的这种消费性 就是说当你觉得景气好 心情好的时候 那种花费 那个就是一个人的消费 所以国民洞就是找不到一个点去打 不过你要讲的 你也要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对换 这个比较扯的是 这个讲这个有镜 结果结果 昨天那个记者会新闻的好大 有假的 假的 那结果经济部说 我们还没有开始兑换 银行还没有收 对 那三倍券 动资券 农油券 易放券 我的妈 那都是几百万人 在那里上网预购的 那个感觉到 好像效应还蛮高的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针对三倍券 这个说是三倍疲劳券 这个一直在那边负面的在批评 他就国民党想要攻击 甚至民众想要攻击三倍券 这件事情 其实很早就知道 但是问题是你要攻击他可以 但你要攻击的有道理 尤其是你看这个国民党台南市议会党团 这几个家伙 你要攻击三倍券是造假 这件事情 你先搞清楚 基本上造假三倍券 他其实是违法的 他是有刑责的 所以当你今天说你收到选民成情的时候 你要先讲出人事实地物 你总是要交代清楚吧 你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刑事案件 然后再回过来讲 你今天其实那个什么 他们讲的这个造假的案子 其实他有讲是哪一家银行 他们竟然讲出台湾银行 所以台湾银行觉得莫名其妙 你说这个是民众他拿到了之后 拿到台湾银行要去换 台湾银行不让他换 所以你看拿到是假的 然后还说台湾银行把他没收了 因为他有讲出是台湾银行 所以今天是这两天有媒体去查证说 台湾银行你是不是有收到这个东西 台湾银行就跟你说我没有 警察也没有报案 所以就没有人来换 你们国民党谈的市议员 这两个女生好会掰 王家正和李宗杰 因为他们就掰得跟真的一样 他的状况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们今天的讲法是说 因为这个有民众已经到银行去换了 但是因为换了被银行说 你这是假的要没收 所以这个民众他就觉得说 你们政府怎么会印假的出来 但今天为什么会被打连打得很大力 是因为政府根本就还没有开始 就还没有换 为什么会有台湾银行出现 然后还会有这个假的出现 所以这里面最大的笑话是在这里 然后你们国民党的台湾市议会 党团闹完笑话之后 又没有人要出来道歉 这叫好你们现在这个 富费受敌 台北有这个爆料的 台南也有爆料的 所以现在面对现在的社会 假新闻当然层出不穷 不过我觉得现在政府在 回应打击这些假新闻 也比以前迅速的很快 不过我觉得这个消费券 政兴建这件事情 我真的是很离谱 因为7月暂时说明 7月23号才开始有兑换 这件事情 没有银行 所以根本没有说 现在已经有人 因为用假的 假的三倍券 然后去换 然后被 被引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